先一開始帶你來看這個火爆的場面 原來只是因為把自己的車子 誤停到別人的私有停車格 沒有想到這名男大生接到電話去移車 對方就直接情緒失控 從後車廂拿出球棒 做事要來打人 而就連一旁在搜證的女性有人 同樣也遭到恐嚇 不過呢 他們事後來到派出所去報案 似乎警方態度沒有很積極 讓他們尋求議員的協助 中年男子抄球棒做事要打人 男大生嚇壞後退好幾步 甚至還拿球棒頂住胸口強行鎖喉 男大生只能不斷道歉 一旁錄影的女性有人 也被指著鼻子罵 讓他好害怕 大半夜在街頭遇到球棒大叔 雖然沒真的被揍 但還是嚇死人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好幾天一直處在很惶恐的狀態 想起當時狀況 男大生語氣還微微顫抖 他不敢相信 只是因為車子停錯位置 對方就氣到抄球棒 事發在新北市中和大人街上 這處路邊停車場其實是私有地 男大生誤停卻險些遭球棒襲擊 他還指控警方的處理態度 沒那麼積極 其實不知道什麼 我們報案當下沒有做筆錄 也沒有詢問我們後續需要怎麼處置 就讓我跟當事者就都回家了 所以我就轉了協助 就是請台北市的警察局來協助我 政府應該要 真的要給力 否則民眾真的非常無奈 那警察到了現場又不做處理 還要透過我們來跟我澄寢 從台北市來報案 甲曲綜合分局回應 第一時間是男大生表示 要回家想一想怎麼處理 而正式提告後 也有依規定協助 但要如何消除橫行的球棒隊 對警方而言 恐怕依舊是難解席題 記者陳嘉明 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